我们有了刚刚这些观念,我们就来试着画图 例如说,假设我想要去画去年的YTB这张图 去年,就是去年同期比较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请问我们在这个地方 当然只能限定画2009年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去年同期比较的这张图 所以假如说我们今天重新去画出来建党日期跟去年同期比较好了 去年同期比较 然后接下来我们把这个值改成建党日期 你会发现到一件事情 它前面都没有值 因为2008年本来就没有值 对不对 所以跟这边的差别是什么 这边我是不是也可以把它画成是这样子 对不对 这边的话它只有呈现这个部分 当然我想这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因为去年同期比较只剩下2009年1月 甚至到2010年的前三个月都有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去画这个好了 这个销售比较就是算它的差值 可是这个差值其实2008年1.11都没有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差值要怎么算 而且这个差值通常会用瀑布图来呈现 瀑布图顺便认识一下什么叫瀑布图 首先我们先点选瀑布图 然后接下来我们去把这个就是比较值 YTD减去什么 减去LYTD 就是这个值放进去 这里面只有两种 应该说三种 一种是增加 绿色是增加 红色是减少 然后接下来呢 因为我们要呈现的那个日期 我们是不是要呈现2008年不需要 所以我们要把时间筛选掉 这边筛选 我们就要去筛选掉那个 我们的以年来说 这个建党日期 我们就不用那个所谓的2008年 我们先把它改成建党时间 好 那类别是时间 没问题 轴是那个比较值 也没问题 但是呢 它这个图 它是以天来做计算 天来做计算 所以我们可能要放大这个地方 而且2008年有没有值 没有值 好 所以我们先做一个筛选 用这边好了 用这个过滤器 这边有一个交叉分析筛选器 对不起 按错了 好 选到空白的地方 然后呢 我们这里面放时间 所以我们把建党日期放进去 我们要从2009年1月1号开始到2009年12月31号 就我们只要这一段期间 接下来这里面呢 我们放大一点来去看 怎么放大呢 如果您觉得这样子还是太小了 那我们只先看一个月好了 只先看一点点的期间 有看到吗 这代表什么意思呢 红色是减少 意思就是说 一直逐天往下减少 有看到这个意思 逐天往下减少 接下来呢 到了1月9号的时候 大幅的上升 为什么呢 因为应该是这么说 2008年1月9号 没有任何销售 然后接下来 2009年1月9号 是不是增加很多 然后接下来 一直不断的增加 一直不断的增加 到了2009年1月19号的时候 是不是又开始往下掉了 这就是瀑布图 可以看到瀑布图 瀑布 瀑布是不是由上到下 他把这个由上到下 分成很多阶段 让你观看 所以您想看的 应该都是绿色的部分 不对 不是您想看 是老板 想要看到的 是不断的业绩往上升 就是绿色的呈现 他不希望看到红色 可是这个图的好处就是说 由转 赢为亏的时间点 可以抓得到 这好像就是有时候我们在算那个 以股市来说 他是不是要 最希望是买高卖低 对不对 你们是不是希望买高卖低 对应该是买低卖高 对吧 就是什么时候要买 什么时候该进场 什么时候要出场 就是类似看这样子的一个图 可以吗 刚好因为股市确实是有这种情形 就是他例如说涨 他不可能今天涨明天马上跌 后天马上涨 然后再也许有这种情形 但是通常涨都是微幅 慢慢的往上涨 对不对 然后一段时间之后 就是可能会有波动 然后接下来一段时间慢慢去看 他又是往下掉 类似这样子的情形 好这个时候都很容易 很适合用瀑布图来去观看 这件事对我想一些主管 应该还蛮重要的 好各位可以知道 我们观测点绝对是在这条线 这条线 你看跌到这个地方开始 主要的关键日是不是1月9号 这样大概可以了解 我还要再举一条例子 例如说好了 那个登革热疫情 是不是会有可能一刚开始 慢慢扩展 对不对 那你觉得 大家这时候会不会关心一件事 停止扩张 那一天是不是很重要 就可以用瀑布图来观看了 这样可以了解吗 董先生 给你们参考了 瀑布图 我的做法很简单 我用的是什么 我用的是那个比较 比较 因为我这边单位是 逐日的比较 每一天的比较 好 所以我要看到这样子一个正规瀑布图的一个呈现的方式的话 我就必须要把这个期间缩小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我先用瀑布图选择建档日期 而且是用连续值 连续的值 然后接下来这个弯轴 我只能看2009年之后 因为这是YTD-LYTD 所以接下来呢 两个相减之后 我去取 例如说为了要看到这样子一个画面 所以我就再把这个范围缩小 例如说我只看一个月两个月 那当然请你们稍微注意一下 如果看到这边它就变成总价 那是因为说它只算到 因为我们是用YTD 我们是不是只算到2月12号 你不能只比到2月12号 可是当你今天要比继续往后拉 你可以两个都往后延 这样子来去看它的一个瀑布图的一个变化 因为这个绝对是有意义的 绝对是有意义 你看通常我们一个事件它是渐变 它绝对不是突然 例如说雅虎变成第二个Nokia 你觉得是突然一系之间的事吗 不是吧 就是说你要如何在这个变化过程 赶快抓到那个脉络 然后赶快去修正 这才会比较重要 好 请你们现在动手来去做一下了 所以瀑布图还蛮好用的 去看这个趋势来说 是有很大的帮助 就会去看这个项目 当你再救了 这边 所以 我们下来 我们下来 我们下来